Hi my name is Kai-1 今天呢要來跟你們分享一下 Canon R3的使用心得 那就是那一台 有點像一滴有垂直手把 很大台的那一台R3 但是拿到手上 真的是出乎意料的輕巧 那今天真的是很開心 就是有報名那個提早 就是首播體驗的R3 所以我們就到了台北的三創園區 裡面的Canon展示中心 就玩了一波 那我算是蠻幸運的 因為我去的那個時段 剛好沒有什麼人 所以我直接玩的那一個R3 30 40分鐘應該有 然後就是狂玩 所以我也會待會帶大家 就是走入所有的選單 我覺得特別的東西 我就現場直接玩 然後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個功能到底是什麼東西 就是所有選單 不管是拍照錄影 我都有拍攝 所以你們 那今天我就來跟大家分享 三個我覺得R3最特別的地方 那第一個就是眼控對焦 那眼控對焦呢 我是覺得有點酷炫的東西 但是到底實不實用呢 就真的你需要把它拿出去拍你才知道 因為你對焦點眼睛看到哪 你對焦點就到哪 雖然是很快啦 你看前景它就對前景 你看後面背景它就對背景 其實蠻酷的東西 但是你如果你對前景 然後你稍微看一下背景 然後你的對焦點就會飛過去 所以眼控對焦我覺得它只適合非常非常小的一個拍攝的攝影師族群 就變成你真的是可能平常人用一個禮拜你就會把那個眼控對焦灌掉 變成用回原本的手動這種調整對焦點 可能會比較準確啦 因為你就是它還是會有誤差 你沒有辦法說 你對你想要對這裡 但是它就是稍微就是對到這裡 它就自動選擇嘛 你沒有辦法 真的是完全你想要對到哪裡 它就完全百分之百對到哪裡 就是它眼睛我不知道它怎麼偵測 但是還是會有一點誤差 那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我直拍的時候 就是直拍握著旁邊的把手 直拍的時候 那個眼控對焦我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可能是我因為時間比較緊迫 所以沒有調整好之類的 因為它的直拍的時候眼控對焦完全就是一個失靈的狀態 不是失靈 就是一個誤差值超大 我看著中間結果它的對焦給我對到腳跤去 那第二個我想要分享的就是它的記憶卡速度 其實不用很快 就是你用平常的這種 因為我是帶這一張神奇的Extreme Pro 170mm這也不是最高速的記憶卡 那我去使用其實也沒有什麼大問題 像是每秒超高速連拍都沒有什麼大問題 因為它的內 就是它裡面的記憶體其實空間還蠻大 就是快閃記憶體 就是它裡面暫存的那個記憶體 其實還蠻大的 就是你拍攝其實沒有什麼大問題 只是你關機的話 它還是會慢慢的寫入到你的記憶卡 所以如果你不是那種按著快門10分鐘的人 那你其實不用到超級快速的記憶卡 而且你拍攝10分鐘連按快門你的記憶卡也會爆炸 那變成如果你要拍影片的話 4K然後你如果要60p 然後ALLALL 然後後面一個I我不知道它的中文叫什麼 那如果你要拍攝那種影片格式 或者是你要拍攝一些更像是RAW的東西 那你就不能用這種記憶卡 你一定要去買那個CF Express卡 就是超貴的記憶卡你才能拍攝這些東西 但是正常拍攝照片的部分就沒有什麼大問題啊 那第三個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它拿起來意外的輕巧 我不知道 因為我之前是有拿過1滴的 所以我是覺得到1滴就是有那個分量這樣子 但是R3完全沒有這個感覺 你可以把它當隨身機真的是沒有什麼大問題 就拿起來而且它現場配的是一個14-35 我覺得應該是還不錯的鏡頭 我之後有機會可以購買這支鏡頭 但是這樣子搭配我真的是覺得平衡很好啊 然後它的機身真的是不會很重 真的是意外的輕巧啦 就而且握起來很好 但是它的垂直手把的部分呢 我是不知道它到底設計的問題嗎 還是怎麼樣 就是它的主要手把跟垂直手把握起來 其實不太一樣 它的垂直手把的地方 它的深度怎麼變很淺 因為我的手可能比較大 就是垂直手把比較淺比較難握 因為你也沒有辦法去換一個可能 3rd party的垂直手把 就變成你固定一個稍微淺一點的垂直手把 在你的相機上面就你沒有辦法挑選 OK那接下來我們就來深入的跟大家分享 這個R3的選單 所有的選單就大家都會看到 然後我也會挑一些我覺得比較特別 就是可能R3只有R3有的功能 就是R5 R6其他系列沒有的功能 我就會深入跟大家做分享 所以如果你是會拍JPEG直出的人啊 它的JPEG選項就是它的壓縮比例 看起來是可以挑選的 就是你可以從1到10 然後去調整你的JPEG的壓縮比例 這還蠻特別的 那你的RAW檔就是6000x4000的影像尺寸 第二頁的選單裡面有HDR PQ 那這個東西呢我覺得其實平常人應該不太會用到吧 就我自己是都拍RAW檔 所以你自己可以調整 第三頁我們看到防止閃爍拍攝 然後第二個是HF防止閃爍拍攝 那這兩個有什麼差呢 我就有問一下電源說 這到底有什麼差 那第一個防止閃爍拍攝 就是你平常大部分的Canon相機 從EOS系列就已經有一個功能 防止閃爍拍攝就是它會自動偵測 像是我後面燈它的閃爍 那它會自己延後你的觸發快門的時間 然後讓每一張照片都有同樣的曝光 很酷吧 那第二個HF防止閃爍拍攝 那這一個你可以調整自動 就是它會自動來偵測你的適合的快門速度 那它還有一個手動 那手動你如果開起來的話 你就可以自己調整你的快門速度 以0.1的補 0.1 嗯? 又有小數又有分數的一個神奇的數值 反正你就可以有更細微快門調整的區間 就是你可以超級細微調整你的快門速度 然後來搭配你的環境來拍攝 OK 那我們選單快速來到第七頁 第七頁有一個靜音快門功能 那簡單來說就是使用電子快門 然後它沒有模擬那個快門的聲音 就這樣就可以得到一個靜音快門 那你如果想要聲音 或者是你想要使用機械快門 你也是可以再把機械快門打開 或者是使用電子前連快門 就是電子前連 然後後面再用機械去把光遮住 其實都可以啦 但是如果你已經買到R3 理論上你應該就是會使用它的全部都是電子的快門 因為你這樣才可以得到最好的對焦 然後還有最好的連拍速度 來到第八頁我們有一個自訂速控的部分 那就是我們拇指按了Set 之上有一個Q 那個就是速控 那你就是可以來調整你的速控選單裡面 就是兩條在螢幕邊邊 到底你想要顯示什麼 你想要設定的功能 這我覺得還蠻讚的 就是你平常我的相機是沒有這個功能啦 就是它給你什麼就是什麼 但是你這一台R3 你可以自己來調整 你想要放A 你想要連拍的速度啊 然後你想要白平衡色彩風格 然後什麼追蹤之類的 你都可以全部自己來自由編排 你可以自由編排 然後自由挑選 你想要什麼東西出現在你的速控選單裡面 來到第九頁 可以顯示模擬我們有三個選項可以讓你選 第一個選項就是曝光加Depth of Field 就是景深的部分 所以你如果在縮光圈的時候 理論上你就可以馬上看到你的景深到底在哪裡 就是你直接 它就直接幫你縮光圈啦 因為它的ISO應該是夠高 所以它可以模擬 就是現場 就是你不會因為你縮光圈縮到22 然後讓整個影像真的是雜訊大爆炸 不會應該是不會遇到這種問題啦 那第二個就是曝光 第二個曝光呢 就是它沒有Depth of Field 沒有景深的部分 那變成你曝光 你可能光圈縮到22 但是它模擬只有曝光 所以它可能光圈是全開 但是它把快門變成很快很快 這就是只有曝光模擬的部分 第三個選項就是 只有按下景深預覽的時候 它才給你看一下 你到底曝光長怎麼用 第四個如果你把顯示模擬關掉的話 就是它完全是自動曝光 但是你拍出來的 跟你看到的是不一樣的 就是你需要靠經驗 然後來到對焦的頁面 我們有一個主體追蹤 那這個主體追蹤 就是你如果有追蹤到 你想要偵測的東西 像是我們下一個有人物 有動物有車輛 那如果它偵測到這些東西 它就會一直鎖定到這個人的上面 然後你動到哪裡 它那個對焦點就會鎖在這個人的上面 或是你要拍攝的追蹤的物體上面 還蠻酷的 那你如果把它關掉呢 它就會變成很多很多的自動對焦點 然後讓它隨便讓它亂跳這樣子 就是我覺得R3最厲害的就是它的追蹤東西啦 就你真的是拍攝這種會動的人啊車啊動物 真的是完全對焦點你不用動它 它就一直追蹤到你想要拍的東西上面 超棒 其他部分就跟其他的Canon相機都大通效益 沒有什麼差別 來到我們版首第四頁有一個眼球控制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眼控對焦部分 那你可以把它打開或關掉 那裡面矯正的部分也在這裡 那你真的是要細心的去矯正 不然你就會看著左邊 結果對焦點跑到右邊去 你一定會發瘋 所以這就是要多花一點時間的地方啦 那但是我現場沒有時間去那裡超級慢 然後在那裡很認真的去矯正 所以可能現場稍微有一點不實用這個眼控對焦 但是我不知道之後如果真的是超級用心的去矯正這個東西 會不會到底會不會實用性就暴增之類的 我也不知道 那就之後再說啦 來到版首第五頁有一個系統狀態顯示 那這裡可以看到我們這一台相機終身的快門速 你就不用接USB到電腦 然後下載一些奇怪的軟體才看到快門速 直接相機裡面就可以看得到 來到我們自訂設定的第六頁 有一個快門釋放十字 十代十字 十字 那麼這個快門釋放十字有標準跟縮短 但是它也沒有說到底是縮短成怎麼樣子 它也沒有一個明確的數值 但是它就是告訴你有沒有標準跟縮短 那我們高級相機大部分就是在追求說 你到底按下快門 到我們真的快門動作拍了照片到底是差多少 如果入門相機你就會明顯的知道 哦按下快門可能它過了就是那麼一點點延遲 然後它才拍下照片 像是手機就特別明顯這個東西 那高級的相機就是真的是非常追求說 我們到底按下快門理論上就是要越快的拍下照片越好 才能捕捉那個瞬間啦 那這個縮短到底是多麼縮短 它到底是多麼穩定的縮短 我是不知道 那你就是真的是用了才知道 但是有這個功能就也還不錯啦 可以讓你自己選擇 下面有一個音訊壓縮 我不知道它到底是哪一個音訊壓縮 還是它裡面有一個備忘錄功能 就是它下面有一個小麥克風 你可以錄音的那個聲音壓縮 我是不知道啦 但是有聲音壓縮可以讓你選擇 OK搞定 那接下來就是我們的拍影片的選單啦 所以正常的話 你有三個選項可以讓你選 你可以選4K DCI 或者是4K或者是4HD 然後你的格率可以從60 29 有24然後23.98這樣子 那麼下面還有三個關鍵針的處理方式 這樣可以算是關鍵針的處理方式嗎 應該可以算是這樣說啦 所以我們有ALL I 然後有IPB跟IPB 更小的IPB 這三個可以讓你選 但是我們現在相機裡面裝的是這一張 小小的SD卡 所以我們4K 60幀的ALL I 是沒有辦法拍攝 你一定要放更厲害的記憶卡 那個CF Express卡 你才可以做拍攝 如果你想要拍攝高格率 像是120格之類的 那你就把下面那個高格率把它打開 就在另外一個選單 我是不太喜歡這樣子啦 就我希望是在 同一個短片紀錄大小 就顯示所有你的格率 但是CANON這樣設計 我也就這樣吧 短片紀錄格式裡面有MP4跟RAWDON RAWDON OK RAWDON 但是就你需要買CF Express卡 就是超快記憶卡 超貴記憶卡才可以使用 來到我們選單第四頁 有我們的CANON LOG設定 我們就可以開啟我們的CANON C LOG3 這台相機裡面是C LOG3 來到第七頁 我們有我們的IS影像穩定器模式 我建議大家還是把它關掉啦 就真心建議 就是如果真的很晃 你就是把快門盡量來拉高 我們回到剪輯軟體再來處理 不要在相機裡面就把你自己局限 如果它影像穩定處理的不好 你沒有辦法取消的 嗯 所以建議大家還是把它關掉啦 如果你想要體驗看看 也可以 也沒有 我也沒話說 第七頁下面有一個斑馬條文設定 我應該是太初心了 我直接略過它 但是我覺得應該是蠻重要 因為我自己是還蠻喜歡用斑馬的 就是如果有高光過曝 我是可以很輕鬆的就知道 然後我也不用分心去看我的直方圖 我可以專心構圖 然後很清楚看到哪裡過曝 但是我沒有現場去把選單打開 所以還蠻可惜的 但是有這個功能 應該算是加分啦 然後第八頁有一個自動關機溫度 這個我覺得還蠻酷的 就是你可以設定標準跟高 嗯 你終於可以讓它變得比較熱 然後比較燙手 然後但是你還是可以繼續拍攝 就不會因為像是小的Canon小相機 你錄個4K它只給你錄個10分鐘 還是9 就是很短很短的時間 然後根本相機還沒有燙 它就給你鎖住 不讓你錄 但是我們這一台相機裡面有 可以選擇 你要讓它變得比較高溫 然後你可能還可以拍攝更久吧 之類的 就至少你可以選擇啦 差不多就這樣 就是我們的R3選單 我覺得比較特別的功能 就我挑出來跟大家單獨做分享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看一下我們的影片片段 跟我們的照片 就是我直接放這些素材啦 然後就是讓大家細心的看 然後我會把它放大 然後做基本的調光啦 就這樣 那我們就直接來看我們的範例照片吧 那對焦跟影像品質我真的是覺得沒什麼話說 那你覺得我怎麼都在拍別人的腳跟屁股 是因為那個店員跟我說那個客人有 不想要被拍到臉的啊 之類的 所以就盡量避開他們的臉色或才拍他們腳跟屁股 來做個結尾 那我覺得R3這台相機 我覺得它還是偏向相機啦 我相信應該不會有人主要是拿它來拍攝影片的 也是可以 但是我覺得整個高度啊 就是你要放在你的所有的東西上面就不是很好用啦 就是它的高度 然後它的重量可能是一個優勢 但是我覺得你如果要拍影片的話 你還是挑個R5或是R5C 可能會是個比較好的選擇 因為R5C跟R3應該是價錢差不多的 那R3這台相機呢 我覺得它真的是非常非常 就是你如果注重高效率拍攝 或是你真的是需要一個高性能的 高性能相機大家都想要 但是如果真的是非常需要 在零點幾秒做決定的那種攝影師 東西就是一閃就過去 拍攝這種一閃就過去的東西 那你對焦點這樣子來改變你的對焦點 然後你使用這個眼控對焦 你會覺得哇塞 真的是可能你可以拍攝到一些 你平常拍攝不到的東西 真的是你可以拍攝到 平常拍攝不到的東西 你忽然在那個零點幾秒鐘 你要做決定說你忽然想要改變構圖 你這個R3才有辦法辦到這件事情 你用其他的相機 真的是沒有辦法辦到這件事情 就是在追求那種 在瞬間你需要做決定 改變決定的這種攝影師 這就非常適合 當然你也可以把它拿來當作 可能隨身機啊 你可以拿來拍 奇怪的垃圾影片也是都可以啦 就NEO預算都是可以 但是我覺得它就是非常非常 適合這種 就是拍攝 那種剎那的攝影師來使用 OK那這就是我們今天的R3的分享影片 當然喜歡這影片按個讚 訂閱我們頻道可以看更多的相關影片 這裡有一個全部都是攝影相關的Playlist 就請看哦 我的名字是凱云 然後我會看到你下一次 拜拜